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写紫金巨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共同录制的都市艺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启绪 第六十一集 王云海城高中尖子省 原本不出意外的话 他明年三月三十号应该在大洋彼岸 参加全球最著名的APPT物理外物理竞赛 然后再顺利被保送到全国知名院校 亦或者是出国读长春藤 如果不是为了离刘德柱近一些 他们应该转校成为理科省 然而王云现在为了接近南庚臣和庆臣 专门选了一道简单的等笔数列题 却被对方看成了学习不好的吊车尾 他的自尊心都过不了这一关 就在王云想要跟南庚臣理论的时候 白瓦儿及时拉住了他 并小声提醒 小不忍则乱大谋 忘了小牛怎么说的吗 忍住 忍住 王云深呼吸着坐回了自己位置 这时候南庚臣还在庆臣旁边小声嘀咕着 你说他主动让我给他讲题 会不会是因为喜欢我 庆臣压根没打算接这个话茬 而是忽然问他 你是不是在李世界接触到嗨客行业了 不然为什么天天抱着编程看呢 没有啊 就是个爱好 学着玩 这时候庆臣忽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也该学点什么 虽然李世界的科技要远超表世界 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对表世界完全不起作用 例如象棋就是他在18号监狱里的敲门砖 等一下 庆臣忽然想到自己要学什么了 日语 自己在李世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绅士背景 而自己想听懂对方说什么 却只能依靠翻译 过去十年里 庆臣始终保持着求知的态度 想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隔离过去的一切 这个习惯哪怕李世界降临也不会改变 他先是打开手机 搜了一下学习日语的基础教材 在淘宝上一口气买了四本 这一刻 庆神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直接心血来潮的 在网络上搜神代空音色子 他愣出来 这个在李世界与自己有婚约的神代空音 竟然真的是表世界的时间形成 这太让人惊讶了 在此之前 他从未想过会出现这种事情 对方可能认为自己是李世界的土著 所以说日语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顾忌 可问题是 自己在李世界的身份 越来越让人搞不懂了 而且 这个叫神代空音的女儿 为何连中文都如此流利 是因为生长在中国 还是家里人有中国人 他往下翻了翻资料 果然是中日混血 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岛国人 一旁王云余光瞄到他手机 脸好奇说道 原来你喜欢这位岛国女孩啊 竟然盯着看了这么久 庆神抬头看了对方一眼 没有 王云只当他在嘴硬 没有继续切话 然而庆神内心 却翻滚起来 他原本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搜了神代空音的 却没想到 真的搜到了对方 那个在审讯室里 与自己默默无言的 神代家族女孩 照片里 女孩在阳光下的 向日傀儡奔跑着 回眸间长发飘起 笑得格外灿烂 这种笑容是有魅力的 单纯天真 干净的 像是山间溪流 资料显示 女孩的爸爸是华裔 妈妈则是岛国人 难怪他会两国语言呢 对方在去年 凭借一部《夫桑花》 获得了岛国电影学院 最佳女配角 今年又出演了 严谨导演作品 《葵的女一号》 虽然演的都是小众文艺片 在海外知名度不高 但岛内却有人将其评为 可能成为未来电影行业的三大支柱 庆辰常常刷微博和新闻 来了解社会动态 但对于岛国的娱乐圈 还是没怎么关注过 而且对方现在也确实不算太出名 所以他之前也没见到过 如今庆辰到松索监果后 脑子都懵得 他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跟这种人物 扯上了关系 此时 王云的目光一直偷偷瞄着他 扁撇撇嘴响着 明明说没有喜欢 那你盯着他 看这么久干嘛呢 不过 落成这样的小城市男生 恐怕很难跟岛国的女生 产生什么交集吧 王云是看过扶桑花魁的 所以他知道 神代空音正是倒过娱乐圈 快速崛起 马上成为森系女神代表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么一个女孩和小城市的男生 距离太过遥远了 而这时候 庆辰在想的是 在他现在获得的信息中 神代家族跟其他家族 也并没有隔着海 毕竟李淑彤说过 整遍大海都已成为 禁忌之地 如果神代家族在一个岛上 不可能跨海来到内陆 所以 岛国的时间行者 会和国内时间行者 穿越到一片大陆上 到现在 庆辰都没有见过 李世界地图 这个可以下次穿越的时候 找林小孝要一下 下课了 王云和白婉儿两人 去走廊上与胡小牛张天真会合 胡小牛问道 有心进展吗 王云摊了摊手 南庚辰和庆辰俩人 都跟傻子一样 南庚辰就不用说了 庆辰一节课 竟盯着岛国的一个女明星资料在看 老师不是说 庆辰是好学生吗 怎么一点好学生的样子都没有啊 还追星 谁知道呢 很多好学生 在高二开始和尔蒙爆发 然后学习掉队 这种事情 大家又不是没见过 咱海中两个学生谈恋爱后 双双掉下神坛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这时胡小牛皱起眉头 昨天我怎么说的 请放下二位的骄傲 如果你们天天在心里 把他们两个当成傻子 那还怎么交朋友 王云也有点不乐意了 那咱们四个换一下班级吧 我去跟刘德铸打交道 你来跟庆辰做朋友 这时学习委员于俊逸 忽然从楼上跑了下来 他到高二三班门口 对庆辰说 哎 庆辰 外交老师喊你过去一趟呢 好 这就过去 落成外国语学校 是有外教的 不过一星期 也就给大家赏议节课 课程内容也没什么营养 也就是在课上 跟大家聊聊天 谈谈其他 这算是落成外国语学校的特色面子 没有实际教学意义 待到庆辰下楼 胡小牛忽然问于俊逸 你好 外教老师找庆辰什么事情 学习委员于俊逸 乐呵呵地说 这我哪知道呀 他俩是朋友 以前庆辰老拉着外教老师 练口语来着 后来也就庆辰能和老师正常交谈 他们也就慢慢熟悉了 老师还经常从国外 给他带点小礼物呢 我都吃过老师送庆辰的巧克力 胡小牛等人愣了一下 只这一点就足以证明 庆辰的英语口语听力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胡小牛深深吸了口气 我现在怀疑 他也是时间行程 我再跟你们确认一遍 他到底有没有偷听你们说话 白婉儿想了想说 首先能确定 他确实是在写数学题 没有偷听 那也不能排除嫌疑啊 我得想办法确认一下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亦能多人有声 去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巨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 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继续 第六十二集 傍晚 静神旭给自己买了个新的高压锅 因为要煮牛肉的关系 没有高压锅 实在不行 行属路的小屋 太久没人管过 高压锅漏气了 洗衣机也坏了 如今 他从理事件拿到了金子 自然是想要换些新的 正当他准备走出家电市场时 忽然看到孩儿洗衣机 正在打折 静神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没买 此时此刻 王云和白婉儿 正在江雪家里做客 这一次 两人没有买香槟 威士忌 这种华而不实的礼物 而是按照胡小牛的交代 朴朴实实地 买了一些蔬菜上门 江雪做饭的时候 两人像大姐姐一样 陪着李通云看动画片 就在汪汪特工队 播完一集的档口 王云笑着问李通云 小朋友 姐姐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李通云乖巧地说 那我回答了问题 能有奶糖吃吗 当然可以 王云笑着 赶紧从兜里掏出巧克力 递给他 这个可以吗 李通云笑咪咪地说着 谢谢姐姐 我最喜欢吃巧克力了 那姐姐问你啊 王云想了想说 净尘哥哥 是不是和你妈妈一样 也是时间行者啊 特别酷的那种 李通云表情茫然了一下 摇摇头说 嗯 不知道 小朋友有没有问过他 白婉儿觉得 李通云这个反应才正常 如果对方一口笃定 净尘不是 那自己反而要怀疑一下了 而且 十岁的小朋友 怎么会撒谎呢 李通云歪着脑袋 回忆了一下 嗯 我有问过 清晨哥哥 不过他没说 自己是不是 时间行者 他只给我说 与其去想 不切实际地穿越 还不如好好学习 考个好点的大学呢 他还说什么了 李通云乖巧地 吃着巧克力说 他说那些时间行者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白婉儿和王云相视一眼 神情中都带着一丝喜色 其实李通云并没有 直接回答他们 但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 如果清晨真的是 时间行者 怎么会说 时间行者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样的话 这更像是在某种语境里的 嫉妒和羡慕 以及对自己的一种安慰 这时候白婉儿 野宗兜里 掏出一块巧克力来 他摸了摸 李通云的脑袋 说道 小云真乖 说着 两人起身 和江雪告别 他们出了门 才压低声音说 你觉得小姑娘 说的是实话吗 这么乖巧的小姑娘 肯定说的是实话 而且小姑娘也编不出 这种东西来 看来 清晨真的不是时间行者 这下胡小牛可以放心了 他们没有看到 当屋门合上的那一刻 李通云默默地 将嘴里巧克力 吐进了垃圾桶里面 然后朝天上翻了个白眼 其实 他不喜欢巧克力的味道 以前爸爸总是喜欢 给他买巧克力 但自从他看到爸爸 打妈妈之后 就发自内心地 讨厌起这个味道 不过 还有一块巧克力 他没有扔 只是若无其事地 揣进了兜里 深夜 庆晨回到家里 没多久 就听到了敲门声 他打开门 给李通云让开了身子 进来说吧 又怎么了 李通云看着 他拆开的高压锅包装 你可以让妈妈 帮你煮牛肉啊 我家有高压锅 我妈妈煮的牛肉 可好吃了 没事 这里更生 那 这个给你 李通云把兜里的巧克力 塞进他手里说 那两个姐姐今天来问我 你是不是时间行者 放心 我帮你搪塞过去了 但清晨哥哥 你要小心一些了 肯定是有什么细节 导致他们产生了怀疑 嗯 清晨很清楚 是因为外教的事情 你哪来的巧克力啊 李通云面不改色地说 我给你买的呀 送你的礼物 谢谢啊 净晨乐了 鉴于李通云小朋友帮了忙 清晨也给予了一些回报 据我观察 这些人确实在 七号城市惹了仇家 叫陈乐游 应该就是陈市的人了 所以 他们从七号城市跑了这么远 是要逃离陈市的掌控范围 不过 我不要这种信息 那你要什么 我要清晨哥哥你的身份 李通云眨巴着眼睛 清晨无情拒绝 不行 那清晨哥哥 你帮我写作业吧 李通云眼巴巴地看着他 清晨也一口回去 也不行 自己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能做出这么没出息的事情 李通云感到一阵惋惜 真没劲 清晨哥哥 这些人坐在旁边 老是盯着我们 好烦啊 要不要想什么办法 把他们撵走 不好撵 反而有暴露自己的风险 而且一直觉得 这四人是可以利用的 被对方怀疑确实是个麻烦事 但这种事情 去预盖弥彰 反而不妥 最好的办法是 转移焦点 对方本身就是因为留得住而来 那自然要用留得住 把对方的注意力 重新转移回去 不仅是转移注意力的问题 胡小牛这四位富二代身上 还有他急需的 表示借金钱与势力 看来 这次穿越 他得好好的和留得住聊一聊了 李通云期待地看向清晨 对了 清晨哥哥 还有几天就国庆节了 咱们出去玩吧 清晨有点纳闷 怎么突然说出去玩的事情了 这个我得考虑考虑啊 要不 过几天再说 好 你一定要考虑啊 李通云说完就开心地上楼了 夜深人静时 清晨用手机 一边播放着日语教程 一边痛苦地休息 倒计时剩下的时间里 表示键里再也没有一丝的波涛 世界仿佛忽然安静下来似的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下一次穿越 等待着何小小的群疗筹备结束 在此期间 清晨一直关注着非法拒绝的案子 那九名再逃嫌疑人 依然没有归案 这可能就是大家保持沉默的原言 人人 人人紫薇 倒计时零小时 零分 十秒 清晨在最后时刻 将拷贝好残局吉普的U盘 放入嘴中 在呼吸数开启的同时 右手握着了一柄菜刀 静静地等待着世界破碎 黑暗降临 黑暗来了又散 清晨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李淑彤 与夜晚还站在他对面 仿佛自己从未离开过一样 李淑彤笑了笑 回来了 嗯 清晨点头 回来了 他注意到 自己手中的菜刀 只剩下了刀柄 这次试验是有效的 起码他已经知道 自己到底可以携带 多大的东西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艺能多人有声去 夜的命名树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巨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 都市艺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树 精彩 继续 第六十三集 倒计时 四十七小时 五十九分 五十九秒 两天 也就是熟悉的十八号监狱 不过这次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不再是冰冷的牢房与独处 而是有人等待着自己归来 叶妈捧着恒温饭盒 里面装着她亲手炖好的牛肉 对面的三人看着自己 就仿佛在等着自己回家 这个家有点昏暖空旺 但足够了 静晨摊开手掌 将优盘定给李淑彤 老师 这事给你带着棋谱 李淑彤 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这个接口 没见过 小笑 你能处理吗 没问题 存储设备的关键是芯片 老师 你能看出我穿越时 有什么变化吗 静晨问他 他之前都是依靠自己寻找规律 现在有别人旁观 说不定能发现点 其他的细节 李淑彤说 你之前说 穿越后另一个世界 过了一秒 这并不准确 在我感知中 你穿越的刹那 有了立场的变化 而这变化只有一瞬 可能只有零点一秒 甚至更短 也就在这一瞬 你曾消失过 当你在出现时 手里的金条已经不见了 原来如此 静晨在想 原来自己 真的是深传 可问题是 原本李世界的静晨 去哪里了 被直接湮灭在世界里了吗 静晨问他 老师 我身体里的那团火气 李淑彤摇摇头 现在还没到解释的时候 只不过 他出现的时间 要比我预计的更早 说话间 夜晚走到静晨旁边 掀开他衣服下摆 当看到静晨的腹肌轮廓时 便笑着说 小笑 我又赢了 你们又拿我打什么赌 我跟他赌 你就算没人监督 也会给自己增加训练强度 我们都是训练过的人 你这腹肌轮廓 但凡休息一天都练不出来 从明天开始就负重吧 夜晚你多费心 我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过这么自律的孩子了 好的老板 夜晚点头 静晨看向李淑同 老师 你不先看看吉普吗 看吉普不急 你现在跟我走 静晨看着对方有些不理解 去哪儿 李淑同转身朝出口走去 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为什么带我去看外面的世界 李淑同回身问他 你就不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吗 静晨愣了一下 他当然好奇 从回归了第一天开始 他就在网络上看到别人提起 那是一个多么瑰丽 而又壮阔的事情 有人说城市在云中 有人说城市像真正的钢铁森林 有人说天空中巨大的全息投影 令人心醉 还有人说虚拟人生的体验 玩爆表世界一切电影 就宛如你在电影里 经历了另一段传奇的人生 那些人穿越在绚丽多彩的城市中 而他自己却穿越到了一个 名叫监狱的铁盒子里 静晨不过是17岁的少年 当然会好奇 也会羡慕 只是静晨看着李淑同回答说 虽然有好奇 但我也知道 现在还不是享受风景的时候 少年就该有少年的心性 在你独自上路以前 做老师的 自然不能让你比别人差到哪儿去 静晨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其他时间行者看过的风景 我李淑同的学生也得看看才行 今晚我带你去看看 18号城市最好的风景 李淑同说话的语气 潇洒而又任性 冰冷的监狱里 也多了一丝人情味 监狱广场旁 厚重的合金闸门 缓缓为他们抬起 头顶的金属风暴未动 风潮里的无人机 依旧在沉睡 夜晚把一早准备好的猫脸面具 递给他 这是老板让我准备的 你现在还不适合暴露身份 那面具上的猫脸 像是在笑 红白相间的纹路 诡异而又神秘 卿尘豁然看向李淑同的背影 原来他渴望过的自由 尽在迟迟 午夜 18号城市第一区 云层之上 永恒大厦88层旋转餐厅里 瑰丽的餐厅里 正有悠扬的大提琴声 缓缓流淌 可座位全部空空荡荡的 餐厅门口正有几人 与适应生争执着什么 适应生穿着节白的衬衣 和光鲜的黑色马甲 衣领处打着整齐的领结 年轻的适应生 有好而又礼貌地 与顾客解释着 你好 今晚从午夜开始 日光阁餐厅都被包场了 鉴于我们 未能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日光阁餐厅将赠送您两张戴金券 可用于非周六周日的 午餐与晚餐 与适应生争吵的是一对男女 男的年纪有些大了 女的却还正当青春 男人板着面孔说 从没听说 日光阁还接受别人的包场 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吧 确实不好意思的 先生 在此之前的确没有 我个人今天接到通知的时候 也很意外 此时 他们透过日光阁餐厅的玻璃墙看去 里面赫然一个顾客都没有 日光阁是十八号城市位置最高的餐厅 几乎可以俯瞰整座城市 所以它也最贵 十八城市里的权贵对此趋之若鹜 中年男人想了想 包场的是李氏或庆氏吗 适应生实话实说 不是的先生 年轻的女伴似乎有些不高兴 她撒娇时耳垂上缤纷的耳坠 闪得男人眼花缭乱 男人想了想说 是这样的 我可否知道谁在包场 我也知道 能够在这里包场的绝对是大人物 但如果我认识的话 兴许可以自己向他说个情 男人很识趣 而且也不傻 当他遇到棘手的人物时 他会先问自己 对方做的事情 自己是否也可以做到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就别自找没趣 说明对方跟自己不是一个层次的 不过他在城市里也有头有脸 终归还是想用熟人情面 找回些面子 适应生去与经理商量了一下 然后拿着一张黑色名片回来 名片上没有联系方式 只有五个字 横射李东泽 看到这张名片之后 男人二话不说 拎着女伴坐电梯下楼 在电梯里时 女伴低声抱怨 不是说要跟人打招呼吗 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再给你另找个地方 日光阁这顿饭 下次再补给你 你上个月不是还说过 自己认识李东泽吗 这是两码事 男人也有点不耐烦了 他今天根本就不在十八号城市 他是给别人包的茶 这一刻 男人确实想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但他一时间想不到 谁指的李东泽如此心事动众 对方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很少做包场这种高调的事情 就在他们乘坐观光梯下楼的时候 一辆黑武士浮空车 正缓缓悬浮停靠在日光阁餐厅楼顶 李淑彤带着沁晨从浮空车走下 早早等候在这里的侍应声 为李淑彤递上热毛巾擦脸 沁晨戴着面具 白手示意不需要 侍应声轻声说了 李先生 位置给您准备好了 整座云雾大厦的摄像头 刚刚全部关闭 李东泽先生交代的您最喜欢的胡烧肉 也刚刚做好 李淑彤对静晨说 或许以后某一天你就会习惯 在这个世界里 你只要有钱与权势 一切都会是刚刚好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巨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继续 净晨站在停机坪上 浮空车的涡轮喷射器 搅起喧嚣的风浪 忽然间远眺之中 城市之间 正有一架轻轨 穿行于天空 密集的窗户里透着白光 犹如一匹白色天马 更奇妙的是 他正从密集的楼宇间穿过 并不是穿过楼宇之间的缝隙 而是那一座座高楼的楼体之中 被人掏了一个洞 轻轨宛如穿梭一个隧道似的 从楼中穿过 这座城市莫名的神秘起来 庆辰忽然问道 既然随时都能出来 为何还要待在十八号监狱里 李淑彤并没有直接回答 因为监狱比这里清静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带到适应生转身带路 庆辰又低声问道 现在已经半夜一点钟了 餐厅还营业吗 李淑彤看了他一眼 这座不夜城的生活 才刚刚开始 大家不用睡觉的吗 明天不用工作的吗 庆史之前 发现接拨神经元技术的 独特作用 可以在脑外模拟神经波段 帮人进入深度睡眠 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就足够了 这技术没有后遗症吗 当然有 使用这技术一个月后 就算是你想睡懒觉 都睡不成了 有点惨啊 静晨感慨 他虽然努力 但是偶尔也会享受 睡觉的乐趣 李淑彤对静晨说道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谁也不知道 他给人类带来的 到底是福还是货 就比如李氏曾研发 转基因素生林木 素生玉米 素生大豆 结果导致三十年后 大片土地再也长不出植物 路导财团原本畜牧业发达 结果转基因后发现 那些转基因家畜 在繁育三代之后 竟然失去了生育能力 人类在不断享受 科技成果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遭受着 智慧的反噬 李淑彤继续说道 当人类不用睡那么久之后 其实生产效率并没有怎么提高 反而造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 当然 庆晨觉得 表世界暂时还没有遭遇 如此凶猛的反噬 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没有李世界 如此激进的缘故 此时 庆晨看到脚下的楼宇之间 有一艘巨大的花船飞过 花船上张灯结彩 却透着诡异的气息 船上的图腾 庆晨一点都看不懂 李淑彤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不用看了 是机械神教的巡游船 他每喷射一秒夜阳甲烷 用的都是信徒的血汗 话语间 李淑彤面无表情 两人坐在精致而豪华的餐厅里 一桌烤旧的侍饮生端上了一份 红烧肉放在李淑彤面前 只有一双筷子 清晨纳闷地说 我的呢 你戴着面具呢 没法吃 李淑彤魂不在意地夹了一块红烧肉 清晨一脸无语 过了一会儿 李淑彤抬头笑看着他 饿吗 有点 结果李淑彤竟喊来试饮生 给他来碗炸酱面 好的 李先生 试饮生礼貌回应 即便日光隔离 从来没做过炸酱面 待到面好之后 李淑彤又秉退了所有人 然后这才对清晨说 把面具摘了吧 吃面 清晨一边拌面 一边看向床外 这应该是18号城市 最高的建筑之一了 举目望去 也只剩下远方两东大楼 与他一起 筑立在天上 李淑彤解释说 那是庆室和李氏的楼 清晨又朝下看去 密集的楼宇之间 廊桥连接 整座城市 宛如一条银河 灯火与霓虹 则是那条银河里的星辰 偶尔有扶空车飞过 对方的涡轮喷雁 就像是划过的流星 某一刻 净晨身处 88层高楼 像是置身于天地间 辽远而又壮过 净晨问道 这就是 18号城市里 最美的风景吗 永恒大厦 建在六栋大厦之上 以那六栋为基 才有了现在的高度和美丽 如果你不考虑底层建筑上的涂鸦 尿字污水 犯罪 那么 这里就是最美的风景了 今天带你看最美的 如果还有机会 可以带你看看 这城市最丑陋的一面 说着 李淑桐朝旁边一指 窗户旁边 还有望远镜 专门供食客 欣赏景色用的 你可以看看 幸尘走到望远镜旁边 他看到地面 川流不息的车辆 还看到 欣喜打闹的人群 有人正在墙壁涂鸦着 奇怪却新潮的画 还有烧烤店的白烟 居酒屋的酒旗 迎风飘荡 忽然间 他看到 楼下的广场平台上 正有两架黑色直升飞机 缓缓落下 藏内陆续跳下 二十多名作战队员 以战术队形 冲入永恒大厦 还有两只机械狗 快速奔跑在他们身边 这些人鹤强实弹 携带着 庆辰喊不出名字的武器 明显是冲李淑彤而来 庆辰回头看向李淑彤 这位老师却淡定地笑了起来 先吃饭 庆辰嗡了一声 认真吃面 这下李淑彤 倒是来了兴臣 不害怕吗 庆辰理所当然地说 老师第一次带学生出来看风景 总不至于让学生死在半路上 不然这老师也太不称职了 李淑彤爽朗地笑声向外荡去 那是真的越来越喜欢庆辰了 此时此刻 大楼里的二十多名作战队员分成两队 一队乘坐电梯朝87楼盘升 另一队则进入安全逃生通道 以步行方式向上搜索 永恒大厦外 两架黑渊01武装直升机再次向苍穹拉升 他们缓缓盘旋在永恒大厦七十层左右的位置 随时准备重火力支援 更远处某临时军事基地里 还有十多架武装直升机与浮空艇刚刚起飞 再远处 庆市的陆地巡航号巨型浮空艇 还是在后勤人员忙碌中 装载上新的固体燃料仓 这一切有像是一张网 正逐渐收紧着 就在大网收紧的时刻 通讯频道里 作战组班的班组长冷静说 停下 原地检查各自机械肢体的充能状况 想要反馈 说完 他事已安全通道的楼梯里 所有战术小队成员进入静默状态 暂时关闭了所有通信系统 待到他确认 声音不会传回指挥部后 这才平静地说 陈老板交代过 今晚想活着离开这里 就不要开枪 记住 不要拖累其他人 班长 我没听懂 一名作战队员愣了一下 班组长说 以后你会懂的 重复 不许开枪 重复 不许开枪 可还没等他们重新连接通讯设备 楼梯上一道黑影 悄无声息地落在他们之前 凶猛 强大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去 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剧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细续 第六十五集 没人注意到安全通道里 正在发生着什么 那里像是一条深渊 将一切都吞噬了 餐厅外 公独的脚步升传来 一名身穿藏蓝色西装的年轻人 缓缓走进日光阁餐厅 他的袖口 袖着一枚小小白色窝轮图案 李淑彤已经吃完了 一整份红烧肉 正静静地看着 吃炸浆面的少年 从这位年轻人的角度看 他能看到李淑彤的正脸 却只能看到 姓陈的背影 正在他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却见李淑彤 轻轻抬手指住了他 并笑着指了指静陈 说 什么事都等他吃完再说 年轻人愣了一下 目光异样地看了 庆辰背影一眼 因为庆辰背对他的关系 所以他无法辨认 庆辰的身份 他有些好奇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李淑彤 有耐心等这么久 而且 即便有人等待着 庆辰依旧吃得不紧不慢 仿佛根本没有听到 窗外黑冤灵衣制造的 巨大噪音 也没有看到十几艘环绕着永恒大厦的浮空艇 以及浮空艇上装载的鬼炮 这些飞行杀器徘徊着 像是围绕着恒星的小行星 我吃好了 精神擦了擦嘴 重新戴上猫脸面具 看向自己的老师 李淑彤朝门外的年轻人笑道 陈市长孙陈野狐 听说你已经晋升A级了 晚配晋升几级并不重要 我们现在无意与其事 横射开战 只是想请您回到十八号监狱去 没必要闹得天翻地覆 放心 我们坐在这里聊一会就走 不为难你 那就好 先不打扰您了 等您走了 我们再走 陈野狐退出了日光阁餐厅 楼下的作战小队 开始停下待命 武装直升机 则开始原地盘旋 直升机甚至熄灭了探照光束 引擎轰鸣声 也降到了力作能及的最低 事情似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结束了 但其实并不简单 李淑彤看向清晨 我一旦走出十八号监狱 就会牵动太多人神经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出来了吗 他们害怕你们 李淑彤笑着摇头 如今这个时代 即便踏入半神 也并非居士无敌 他们不是害怕我 而是害怕火 走吧 回家 清晨跟在李淑彤身后 上了楼顶 清晨戴着猫脸面具 站在云顶的夜风里 他再次看了一眼 城市中的银河 还有脚下正盘旋的直升机 他知道 自己迟早有一天 还会回来 陈野狐 孤单地站在落地窗前 平静地目送那艘黑武士浮空车 消失在夜色中 他问道 那支作战小队找到了吗 身后有人回答说 找到了 全都昏迷了 据我判断 应该是有人在安全通道里 袭击了他们 然后全身而退 这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编织的那张网 还不够严密啊 撤退吧 回家睡觉了 只是 当事者都回家睡觉了 但那些被惊扰了夜色的人 却根本无法入眠 不知道有多少人 半夜走进了远程电话会议室 又有多少人 做了多少份分析报告 网络中传递着这则重要新闻 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 有人分析 与李淑彤会面的人不知是谁 有可能是外界的某个势力代表 还有人分析 最近的穿越者事件频发 表世界出现引起了动荡 所以李淑彤再次出现在 所有人的视野里 谋划着新的事情 今晚可能会对整个联邦 造成难以估计的影响 大家其实更倾向于 第一个猜测 李淑彤时隔八年走出监狱 就是为了见某个重要的人 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 这位戴着猫脸面具的人是谁 但一定非常重要 从身形上判断 可能是庆史的庆巡 或者是罗摩 是路导财团的李正仔 又或者是神代财团的神代金出 没法确定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李淑彤从十八号监狱出来 坐式着武装直升机 以炮火对准自己 也仅仅只是为了带庆尘 看一眼风景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别人看过的风景 他学生也得看到 仅此而已 而他之所以吃红烧肉 也只是他想要吃红烧肉而已 回去路上 庆尘坐在浮空车柔软的座椅里 李淑彤对他说道 知道为什么让你戴着面具吗 因为你不想让外界知道 我与你有关 你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收你做学生 却不愿意承认 会不会觉得有些不平衡 不会 庆尘平静地摇摇头 是你知道很难取下 自己身上的枷锁了 所以担心那些枷锁 也会捆绑我 谢谢老师 你一直都很聪明 有着无限的潜力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觉得 应该让你不用背负什么 踏入这个战场 李淑彤在想 作为老师 他能做的 从来不是捆绑着学生 与自己一起战斗 而是陪着庆尘走一段路 然后看着对方的背影 能走多远 庆尘并没有接这句话 而是忽然问道 以后咱们还有机会出来吗 李淑彤饶有兴致地问 你还想出来玩吗 庆尘点头 想 因为我可能需要和时间赛跑 又或者是 和其他时间行者赛跑 那咱们过几天 再找机会出去玩 李淑彤笑吟吟的 似乎今晚这阵仗 根本就没被他放在心上 这个中年男人 好像从来没害怕过什么东西 此时也不过是凌晨三点钟 他才刚刚传阅回来三个小时 但静晨觉得 这大概是自己人生十七年里 最畅快的三个小时了 此时郑远东悄然来到 十八号城市的雇佣兵酒吧 路远 早早就等在这里了 郑远东问 看新闻了吧 看了 老板 我觉得还是要尝试着 再跟刘德柱接触一下 李淑彤这个李世界人物太重要了 就算你嫌弃刘德柱 也必须考虑 他现在就是距离 李淑彤最近的人 郑远东仍旧摇头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而且越来越相信了 陆远 您要明白 李淑彤这种人 是不可能看上刘德柱的 十八号监狱里 一定还有第三位时间行者 那咱们怎么办 找到他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亦能多人有声 去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剧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继续 第六十六集 倒计时 44小时 30分钟 零秒 凌晨 三点半钟 二号城市 第九区 一条城市底层的小街道里 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年轻人 正轻松地走过 地面上的积水 犹如一面镜子 倒映着他从容的气质 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繁华景象 街道上到处都能看见积水与垃圾 墙壁上被人涂着五颜六色的脏话和抗议标语 这不像想象中的科技城市 反倒更像是贫民窟 只是当年轻人走在这里时 却犹如走在英伦的街道里 散漫而又绅士 他来到一处服装店前 店里三十多岁的老板娘正翘着二郎腿 用透明的手机津津有味地看着里面世界新闻 其实表世界也有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小服装店 永远卖着过时的衣服 也没什么客人 你根本不知道这种店靠什么收入生存 但他却从不倒闭 老板好像并不在乎有没有客人 但是恐怕谁都没想到 这种小店竟是另有玄机 而他们现在又被人带到了里世界 年轻人踏入店门 老板娘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似乎并不知道有谁来了 她站在柜台前面 笑意盈盈地用手指敲击着桌面 笑容后面藏着锐气 老板娘一抬头赶忙站起身子 有些慌乱地说 何老板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注意到你进来 何金秋笑了笑说 先不要紧张啊 我来这里是有两个消息 需要你尽快传递出去 一是董苏月 田小苗 已经被财团发现时间行者身份 让小小暂时和他们断绝联系 一切都等到回归之后再说 明白 老板娘快速背下何金秋交代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告知小小 尽可能多地收集李初同资料 我发现他的能量比之前调查的还要大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也能全身而退 简直匪夷所思 明白 老板娘再次应和 何金秋死难难自语地说 看样子 我们得在昆仑下手之前拉拢留得住了 我们需要的 这是何金秋笑眯眯地转头说的 希望你能明白 我们现在肩负着什么使命 如果下次再有如此丧失警惕的情况发生 组织会对你进行处罚 等找到何时人选 我会让人来顶替你的岗位 回归后 你自己去找张宗宇教官加训科目 有没有意见 老板娘低声说 没有意见 好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 说完 何金秋转身离开 老板娘则钻进储物间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去传递消息了 贫民窟 是赛博城市里少数没有监控的地方 没人会注意到这里来过一个特殊的客人 何金秋回头看向服装店 这么隐蔽的地方最适合传递消息隐匿身份 可九州的人还是太少了 可用之人更少 那样子必须加快脚步才行 早晨 熟悉的拍门声响起 何金闸门被囚犯们拍得嗡嗡作响 像是要产生共振了似的 这些人经历永远如此旺盛 且无处发泄 静晨没有出门 他等待着陆广义去寻找这一批新人里的时间行政 令人意外的是 昨晚竟然没有心押解到18号监狱的囚犯 他翻了个身 继续睡觉 完全没理会外面的喧嚣 此时 李淑彤依旧淡定地坐在餐桌旁 看着刚刚得到的向西餐局 没有丝毫疲惫的神色 某一刻林小孝都感慨 现在外面因为昨夜的事情都闹翻天了 结果自家老板竟然屁事都没有 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光头赠光瓦亮的郭虎禅 悄悄错了过来 他对林小孝低声问他 你和你们家老板 昨天晚上到底出去干啥了 有啥热闹带着我呗 我很能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林小孝好奇地看着对方 虽然这事外面闹得凶 可光虎禅在这里连通讯手段都没有 凭什么知道外面的情况 他邪逆着光头问他 黑桃里面的精神类超凡者也来了吗 你们到底来了几个人啊 也不怕财团给你们一锅端了 就我一个 郭虎禅皮笑肉不小的回应 说认真啊 下次你没有行动 提前跟我说一下呗 林小孝比一说 我还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 不就是想等我们出去了 你好趁老板寻找AC-005 没有的事 你看你咋一天天想那么多呢 我就想知道 李老板昨天晚上出去 到底干嘛了 林小孝看了他一眼 如果我告诉你 他只是想吃口红烧肉 你信不信 不信 那我那么大动静 能没有正事 郭虎禅一副 你当我是傻逼的表情 林小孝叹息 他知道全世界都不会相信 老板昨天晚上出去 真的没什么证实 对方只想带庆辰出去玩玩而已 那些人只记得老板 是个很危险的当代半神 却忘了他其实 还是一个很任性很洒脱的人 当然林小孝还要感慨的是 这件事里的另一位主角 静晨同学 竟然到了中午还在呼呼大睡 也跟没事人一样 老板那么淡定也就算了 你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如此淡定 是怎么回事 静晨正在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 忽然听到监狱里广播声响起 编号零一零一零一扶行人员 有亲属探视 他缓缓坐了起来 并有些迷茫 按照李世界的时间来看 庆妍昨天不是才探视过吗 今天怎么又来了 而广场上的郭虎禅 正在问林小孝 等等 不是正常探视三个月一次吗 我记得 昨天才有人探视过这小子呀 林小孝一副魂不在意的样子 我们老板不喜欢他 所以还是建议你 别跟他走太近的好 也别乱打听 另外 人家是庆氏的人 财团总要有财团的特权 庆尘并没有第一时间出门 他慢条丝里地洗漱着 仿佛并不在意这则探视 在他看来 既然确定庆妍并非有军 那亮一下也无所谓 半个小时后 庆尘在机械狱警陪同下 缓缓推开了探视间的房门 只是他愣住了 因为里面并不是庆檐 而是神代孔音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去 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剧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都市亦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继续 这一次女孩没有穿正式的西装 而是更加休闲了一些 对方穿着松松垮垮的白色毛衣 下面是一条长长的摆折裙 还有一双小皮鞋 当对方坐在那里时 清晨还能看到对方细细的小腿上 裹着白色的袜子 似乎是换了自己习惯的装束的缘故 神带空音不再坐立不安 而是很天静地看着清晨 大大的眼睛像是会说话一样 认真地打量着少年 清晨在他对面坐下 双方隔了一张铁桌子 四周是灰色的金属墙壁 头顶是惨白的LED灯带 但不知道为什么 原本有些阴森的环境 因为神带空音的到来 显得有些清醒了 其实女孩也不是特别漂亮的那种 但看久了就会觉得非常舒服 像沐浴着阳光 清晨迟疑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给你带了一些食物 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神带空音从椅子旁边 拎起一个小布包 里面是一个恒温保鲜饭盒 比夜晚拿的那个要精致一些 清晨默默地打开饭盒 里面是排列整齐的三枚手握寿丝 旁边则是肥牛饭 神带空音说道 我问了问 监狱里的伙食好像不太好 所以给你做了一些 你不怕我是个服刑人员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执行任务呀 我很好奇 你我应该不算太熟 起码没有熟到天天来监狱探望我 虽然被人关心很好 但清晨从来不觉得 这世上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 这里是李世界 对方又是时间行者 从这两点来看 就注定了清晨看到对方的第一时间 心中生起的不是好感 而是警惕 神带空音响了响 低声说 这次我是跟长辈一起来的十八号城市 他们要求我多跟你接触 而且 跟他们在一起 会有些不适应 双方陷入了沉默 清晨拿起女孩准备的筷子 默默地将饭盒里面的食物 全部吃了下去 不得不说 女孩的烹饪手艺很好 然后 双方再次陷入沉默 期间 神带空音的目光 从未离开过少年 直到三十分钟的探视时间结束 以至于 连昨夜面对那么大阵仗 都未慌张的清晨 都有些坐立不安了 这之后 神带空音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这是只有我们家族才懂的语言 神带空音笑了笑 站起身来 那么清晨君 下次再见了 女孩似乎已经习惯了鼻子的沉默 那种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语言 展露着自己小心思的游戏 也让对方乐在其中 同一时间 坐在阅读区里百无聊赖的林小孝正感慨 四大老板需要清晨隐藏身份后 这个监狱好像又丧失了一些乐趣 想去找清晨聊聊天吧 大家还必须得装作冷漠的样子才行 想跟夜晚聊聊天吧 然而夜妈的性格真是半天都打不出一个响屁来 这让林小孝感觉到一阵寂寞 至于郭虎禅 他巴不得这光头离自己远一些 就在此时 广场旁边的合金闸门竟然缓缓抬起来 只见两名机械狱警压着刘德柱 回到了广场上 卧槽 林小孝一拍脑门 他总觉得自己是忘了点什么 按监狱处罚规则 今天是刘德柱结束禁闭的日子 可问题是刘德柱不能回来 因为林小孝知道 自己不能让这小子看到清晨的面目 他对李淑桐说 老板 这人不能放 李淑桐的目光从棋盘上抬了起来 然后说道 那就重新关起来吧 晚上再说 话音刚落 那两名机械狱警竟是直接将刘德柱 带回到合金闸门以外 往金逼市走去 没人知道李淑桐是怎么做到的 也没人知道 到底是谁听了李淑桐的命令 然后给机械狱警下达了命令 就像是 没人知道他如何走出十八号监狱的一样 这会儿刘德柱被机械狱警架得双脚离地 他怒吼道 等等 不是要放我回广场那边去吗 怎么回事 怎么又要关我禁闭 我犯了什么事啊 但不论他如何挣扎 最终都被带回到禁闭市 刘德柱 内心有些悲催 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 无法与外界交流 没有手机 没有游戏的日子 太难熬了 刘德柱很想结束这一切 可他结束不了 每次穿越纪时结束 他都会被世界规则强行拉到李世界中 然后蹲几天监狱 没想到自己小小年纪 就承受了自己不该承受的一切 忽然间 他面前的合金闸门打开了 空洞灰暗的走廊里 一个带着猫裂面具的人 助理着 静静地注视着他 你 是谁 刘德柱迟疑了一下 他有些害怕 但仔细一看 对方并没有拿凶器之类的物品 手里依然是监狱中的阅读器 是这监狱里的第三位事件行者 刘德柱反应过来了 庆辰缓缓走进禁闭室 随着一声液压传动声响起 合金闸门在他背后 缓缓关闭 刘德柱在密闭的环境里 有些惊恐地说 你要干什么 彼此沉默了几秒 庆辰在阅读器上 缓缓写了一句话 我看到新闻了 你被当成了我 刘德柱瞪大眼睛 大哥 我不是故意抢你风头的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绝对不再吹牛 这次出去我就承认 自己不是简身遇到的 那个时间行者 庆辰在阅读器上写着 不用 啊 刘德柱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来推测 他还以为是自己抢了这种神秘大佬的风头 所以大佬有些不高兴了 看样子并不是这样 想了想 他弱弱地问 那大佬 你想怎样 庆辰用阅读器回答 公开承认 不行不行 刘德柱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我现在都已经被骚扰怕了 大佬 你是不知道 我家住二楼 前天我洗澡的时候 弯拉百叶窗了 结果一扭头 发现对面楼上有人用摄像机对着我 还有 我骑车回家 竟有狗载队开车跟着 对方嫌我骑得慢 还开车上来说 我应该骑得快一些 这样排出来会好看 庆辰没理会他的抱怨 而是在阅读器上回应着 你知道自己的刑期是多少年吗 这个不是我判的 是李世界十八号城市法庭审判的 刘德柱愣了一下 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刑期 穿越过来就在监狱里了 庆辰在阅读器上写着 九十九年零七个月 根据新闻 你犯了抢劫罪 盗窃罪 走私罪 贩毒罪 杀人未遂罪 恕罪并罚 我去 刘德柱当时差点就吐了 这时 庆辰还从阅读器上 调出了他被审判的新闻 这个阅读器是李淑同的 所以拥有阅读新闻的权限 刘德柱呆呆看着阅读器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的事情 并说 这是近两年来十八号城市的最高兴起 他有些绝望 原本还心存侥幸觉得 自己熬一段时间等刑期结束就好了 庆辰继续写着 当然 我觉得 忽然间 刘德柱问 大佬 你一直用写字跟我交流 是害怕被我认出声音吧 所以 你是我认识的人吗 或者跟我距离很近 这一刻 刘德柱展示了自己原本的智商 一个没有被穿越冲昏头脑 在禁闭室里冷静之后的 正常人类之上 庆辰冷冷地看着对方 然后 在面具下开口说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与李淑同都认为 你其实是被社团推出来顶对的 李世界社团经常做这种事情 被联邦治安管理委员会盯上之后 就会随机挑选一个倒霉蛋出来 承担所有罪责 刹那之前 刘德柱觉得对方气息变了 气势也变了 无形中就有一种压迫感 让人呼吸不由自主地紊乱起来 这声音偏中性化一些 但却非常有磁性 刘德柱思索 如果自己听到过这种声音 就一定会记得 在他的记忆里 对此并没有什么印象 清晨问道 现在听到了我的声音 可以继续沟通了吗 抱歉大老 是我误会了 刘德柱的气势又弱了下来 清晨俯视着刘德柱 现在我来见你 是为了与你做个交易 你来冒充我 而我 帮你脱罪 他先是摧毁刘德柱的希望 现在又给了对方希望 这么做是因为刘德柱如今 完全可以成为 他联系表世界的纽带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异能多人有声 去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巨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 都市异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继续 第六十八集 将会有很多人 为了刘德柱来到洛城 胡小牛 张天真 王云 白瓦 以后还会更多 要知道 这些人是真的有钱 清晨继续说道 当然也不是现在就帮你脱罪 但我能保证的是 在我离开十八号监狱之后 会尽快帮你离开 怎么帮 找到那些真凶 让他们去自首 刘德柱想了想说 可是就算你离开后没有帮我 我也没办法不是吗 你还有选择吗 刘德柱沉默了片刻 终于忍命 我答应这个交易 需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 被你表面的身份吸引 你需要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让他们相信 他们可以从你这里 买到想要的东西 简而言之 我要通过你 把他们维系在一起 大老 我总不能一点好处都没有吧 每次刁易所得 都会给你分成或者奖励 比如在理事界的伙食改善 比如可以让你在禁闭室 也能看到外面的新闻 比如把娱乐区的虚拟人声设备 给你抬到禁闭室来 刘德柱惊愕了 他没想到 这第三位时间行者 在十八号监狱的权力 已经大到这种地步 他犹豫了一下说 可是大老 我如果顶替了你身份 那我会在表示机 格外危险 清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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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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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德铸选了职业路径里的另一条路 庆辰闭上眼睛沉思着 这一沉思便是十分钟 沉默中刘德铸备受煎熬 下一刻 庆辰忽然睁开眼睛 可以给你 但希望你能证明 能够值得这只基因药剂 也明白与我合作意味着什么 您就看我表演吧 我跟您说 现在就有四个人想跟我逃近乎 但我之前都没理 您是不知道 他们老有钱了 听说一块表都几十万呢 学生竟然带几十万的表 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庆辰神色古怪 他说的是王云他们 只听刘德铸继续说 我回去就了解他们的需求 看看怎么能从他们那里 掏些钱出来 要不我把他的手表 要过来给您 庆辰提醒说 不要现金 也不要手表 我只要无标记的金条 纸钞可以查编号 贵重手表也同样会有编号 这都是容易被追查的线索 有些人以为虚拟数字货币安全 以为虚拟货币交易 就能够无脑隐藏身份 但其实不是的 想要隐藏自己的虚拟货币交易 就必须通过混币池 所谓混币池 就是将你的虚拟货币 混在一大堆货币里 这样外人就很难追查资金流向 可混币池是第三方平台在搞的 这平台要跑路了 持币者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对庆辰来说 最安全的依然是金条 刘德铸说 对了 您知道我在洛城外 贵宇学校对吧 嗯 庆辰点头 我在高二四班 隔壁高二三班 还有一个傻子 老找机会跟我套近乎 他通过班级微信群 加我好友 我听说他很穷 就没同意 后来又加了我两次才同意 结果刚加我两天 就莫名其妙地把我拉进了一个群 里面又是卖袜子 又是帮忙介绍富婆的 庆辰表情更加古怪了 这不是南庚臣还能是谁 若不是他戴着面具 刘德铸或许能直接从他表情里看出端倪 刘德铸小心翼翼地问 大佬 在表世界 我该怎么联系你啊 放心 我会联系你的 说完他转身出了禁闭室 直到身后合金闸门关闭之后 庆辰才放缓了呼吸 面具背后 他脸颊上的火焰纹路 正在迅速地消退 变声 这是呼吸数的第二个作用 在来之前 庆辰就想到过了 自己不肯用声音交流的事情 迟早被刘德铸怀疑 但如果上一次拿阅读器 这一次就开口说话 反而不妥 所以让刘德铸自己发现问题 庆辰再解决问题 这样才更有打消 对方怀疑的说服力 说实话 他还真有点担心 刘德铸一直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不然他得一直用阅读器写字 那太累了 虽然变得声音和本声差别不大 但是不仔细听的话 还是分辨不出来的 孤独的禁闭室 刘德铸关上合金闸门 静静发呆 他脑海中都是那诡异的猫脸面具 面具上红色纹路 与白色交织着恰到好处 似有一种莫名气场 在凝视着自己 强大而又神秘 刘德铸默明想着 自己虽然没能跟李淑彤混 但是跟李淑彤的传承者混 好像也是个不错的权责 他已经明白 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或许那个猫脸面具的主人才是 门外李淑彤和林小孝夜晚都在等着 李淑彤笑着问 这个就是你的同学吗 我还以为表世界的人都像你一样呢 真让人害怕 不过看到他以后我就不怕了 谈得怎么样 清晨想了想 我需要一支吸音药剂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艺能多人有声去 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巨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都市艺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继续 第六十九集 李淑彤奇怪说 基因药剂 给里面这个人吗 静晨点点头 是的 为什么 搞基因药剂这玩意还挺难的 不是白白便宜它了吗 我需要用它向表世界的人证明 我确实可以给那些人 带来想要的东西 而且 它确实也应该有一些自保能力 不然被人抓住 太容易刑讯了 刘德柱很没骨气 林小潇一审 他就全招了 让这么一个人 当自己的防火墙 去面对表世界的那些人 静晨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所以他换了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既然他被抓住就会招供 那就让人抓不住的 林小潇想了想 感慨说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静晨看向李叔同说 我需要在自己身边 竖起一层又一层的堡垒 这样才能确保 自己的伪装与安全 刘德柱这个防火墙 虽然不结实 但现在我能用的 也就只有他了 静晨身边倒是有江雪 李同云 南庚晨 但这都是他的朋友 用来当防火墙和堡垒 会害死他们 所以 刘德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也是刘德柱自己选的 他看向李叔同 老师 你还欠我一次交换条件 我用来换一只基因要尽 李叔同饶有兴致地问 你都已经是我的学生了 并不需要拿条件交换 庆晨回应说 总不能一辈子 都被人扶着走路吧 有意思 李叔同忽然觉得 自己或许是因为 对方的轻信与倔强 才最终选择对方 当作自己的继承者 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 能让人走得更远 李叔同再次说道 不过 你帮我带了象棋谱 我又多欠你一次 所以 这次我可以给你找基因要剂 但我仍旧欠你一个要求 谢谢老师 第二天中 就在倒计时 只剩下一个小时的夜 刘德柱面前的合金闸门 再次打开 他看着那熟悉的猫脸面具 还有对方手里拿着的手提箱 刘德柱诧一莫名 这是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要记住 清晨冷冷地看着他 交代着回到表世界之后的注意事项 直到说完 他再打开箱子 显露出里面两支冷藏的注射器来 一支是用来做皮试的 看看药剂在体内的排液状况 另一支是基因药剂 蓝色的液体被紧紧密封在注射器的透明玻璃壁中 摇替出令人心醉的波纹 注射器上还有 李氏FDE005的字样 清晨把箱子留下 临走前说道 先打鼻试针 如果感觉到森裂般疼痛 那说明药剂没有排液 可以再打第二针 第一针会疼15分钟 第二针可能会疼5个小时 但如果你连注射的勇气都没有 那就 没有什么价值了 李氏FDE基因药剂 从001到005续号 脚不断强化自己 必须要先从005开始注射 一次再注射004 003 002 001 每次注射必须间隔一个月 一次紧升 逐渐强大 不然第一次就打FDE001 人类会直接死亡 本来林小孝拿给庆晨的时候 连箱子都没有 还是在她的要求之下 对方这才又去找了个箱子 庆晨的解释是 放在箱子里面的基因药剂 看起来才更有逼格 这种基因药剂有很大的优势 排液概率低 见效快 不损伤身体器官 不过 这种基因药剂也有它的缺陷 如果说005对应的是FG 那么001就对应了BG 这就是FDE基因药剂的天花板了 而且FDE001 FDE002药剂非常新有 市场上几乎很难找到 林小孝说 这是世上所有捷径里最快的路 但却最短 于是庆晨才明白 原来自己走的路途 虽然最远 但也最长 禁闭室外的昏暗走廊里 庆晨低声问道 喂 你们说他打完皮试之后 还会给自己注射基因药剂吗 他离开之后并未走远 而是安静等待着 在15分钟之前 刘德柱的惨叫声便没有停下过 说实话 连庆晨都有些低估 皮试那一阵的威力了 光听刘德柱那惨叫的动静 他就能猜到有多疼 林小巷回答说 不好说 基因药剂带来的疼痛 是扎进骨子里的 很多人打完皮试就放弃了 因为他们真没信心扛过第二阵的五个小时 一旁的夜晚说 世间一切获得都有代价 想要提升实力就必然痛苦 哪怕是剑效最快的基因药剂 庆晨忽然问 觉醒者呢 不是说觉醒者有可能一夜之间就超凡脱俗了吗 觉醒者大多是受到了超强的外在刺激 也有可能是在痛苦的环境里 常年累月的积蓄了痛苦 渐渐刘德柱的惨叫声终于停息了 三人安静地站在走廊里窃窃思语 等待着下一次惨叫声响起 那证明刘德柱鼓足了勇气 给自己推进了第二阵 只是 庆晨高估了刘德柱的意志力 对方扛过皮试后 再也没有勇气打第二阵了 许多人总梦想着变强 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面对变强的代价 但只有真正疼痛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 然后退缩 这时夜晚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根金条递给庆晨 给 老板让我给你的 庆晨摇摇头 我说过 不想被人扶着走路 夜晚将金条揣回兜里面 嗡声嗡气地说 跟老板想的一样 你不会要 那为啥还拿出来 象征性的意思一下吧 老板说了 你可以不要 但他作为老师 不能没给过 这 这时林小孝又从裤兜里面掏出两只薄薄的黑色设备 半个巴掌挡 像是左小板的手机 他栽到静晨手里 静晨疑惑地问 这什么东西 一个给你 一个给留得住 这玩意是伪基站通讯器材 拥有独立的信道建模 信道估计 均衡 检测 易码 CSI反馈 预编码 调制 信道编码能力 不过使用功能很单一 只能互相发送文字 李世界中一般只有间谍 为了避免被人从基站截取信息才用的 不过你需要注意 这个用的是李世界无线充电技术 你在表世界是没法给它充电的 每次穿越时 记得把它带回来 留得住的也一样 静晨问林小笑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 不是我给你的 是老板让我给你的 老板说 做老师的 总得有些事情考虑在学生前面 这玩意儿 可以帮你在表世界隐藏身份 以你的性格肯定需要 不过老板也说了 这玩意儿 换你最后一次交易机会 以后再想让老板帮你 就拿表世界的东西来换 至于表世界什么东西 有价值 你自己考虑 巧语 就像是李淑彤作为老师 跟学生玩的一个小游戏 他知道静晨自尊心强 不愿意成为精神乞丐 而他也乐意保护这种自尊 静晨看了看手里的通讯器材 然后转头问他 因为我的性格肯定需要 我什么性格 你旁的夜晚突然说 老板可能是觉得 你比较阴吧 走廊里长久的安静之后 静晨看了一眼只剩下一分钟的倒计时 看来他是不会自己注射了 动手吧 说话间 大汉淋漓 几近虚脱的刘德柱 眼睁睁看着合金闸门重新打开 然后夜晚和林小孝二人冲了进去 刘德柱怒吼着 别 别 救世后声量 下一刻夜晚死死将他按在床上 而林小孝则是一把超级注射器 狠狠地扎在他的屁股上 卧槽 刘德柱趴在床上的身子 一下子就崩直了 不仅如此 趁他张嘴哀嚎的时候 夜晚又将通讯器材直接塞进他的嘴里 倒计时 零小时零分零秒 归零 刘德柱甚至还没来得及 在理事界发出自己的惨叫 时间行者们的世界便陷入了黑暗 疼痛不会被黑暗吞噬 那会一直伴随着刘德柱 回到表示结局 清晨相信对方回归之后 开口那一嗓子 绝对能让小区里邻居们全部惊醒 今晚对落成狗仔们来说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异能多人有声去 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有声的紫金领衔 写紫金剧社全体CV 以及超多外源CV 共同录制的都市异能多人有声剧 夜的命名术 精彩 继续 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其他理事界的人一样 那么粗鲁野蛮 这是神代空音第二次用日语悄悄说出来的话 清晨回到表世界之后 第一时间就翻译了出来 说实话 他有点搞不明白 这位女孩到底是什么意图 清晨叹气说 有必要好好学一下日语了呀 对方老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玩这种小游戏 结果自己还得回到表世界 才能听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让清晨觉得有些被动 就目前新闻来看 似乎只有岛国和高丽的人 穿越到了他所在的联邦 而其他的海外人士 则是直接穿越到了理事界的大洋彼岸 大家彼此之间隔着近段之海 也没有轮船往来的可能 目前还没有出现外国人 在中国境内穿越的例子 有自媒体说 不少外国人因此都打算回国了 说不定还能赶上公厕 清晨搜了一下 关于神代空音的新闻 表世界暂时还没有人发现 他是时间行者 这有点说不通啊 女孩在岛国 怎么也算是个明星了 小明星也是明星了 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 还是说对方在理事界一直身躯减除 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他的机会 此时的卧室空间大小 刚好与探视室是差不多的 他总觉得 对方在理事界似乎并不是很快乐 于是才会选择来探视自己 但对方来探视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自己 可能是想要逃离外面的世界 而清晨忽然觉得 跟那位女孩对坐在探视间时 也是自己难得的放松时间 大家也不需要说什么 也不需要有什么交情和勾心斗角 不用再考虑如何在危险的理事界生存 探视间里面的半个小时 与外界无关 就像是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或许对方真的是这样想的吧 清晨看了一眼手臂 倒计时47小时55分01秒 又是一个两天 穿越倒计时 繁复横跳着 毫无规律可学 地上还躺着断掉的菜刀 那是她上次穿越理事界 只带过去一把刀柄留下的断道 清晨想起今天训练任务还没有完成 她便在网上搜了一个日语的课程视频 一边听一边训练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她刚刚洗完澡走出卫生间 打开手机便感觉世界像炸了一般 各个平台都在不断刷着新的新闻 刘德柱深夜重返表示界 却在家中发出惨叫 惨叫生意长达三小时 被许多人看作理事界主角的少年 究竟经历了什么 到了清晨 刘德柱家门口已经蹲满了狗仔 刘德柱感觉 自己上个学就像是走红毯一般 四周都是长枪短炮 以往狗仔们还收敛一些 如今狗仔们是恨不得把镜头对她脸上 可是她并没有穿一身帅气的西装 反而推了一个破旧的自行车 自行车后面的轮子有些歪了 是那天晚上在天桥底下被偷袭所致 一点气势都没有 一名记者拦住刘德柱的去了 您好 我是洛城日报的新上龙 请问您作业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否在理事界受了伤 没有 刘德柱神色匆匆的推车往外面走去 记者先上龙追问说 既然没有受伤 那为何发出惨叫 刘德柱闭嘴不说话了 使着劲往外面起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不只是记者和狗仔 连同小区里的邻居都凑了过来 大家一边看热闹 一边说道 你瞧瞧 就是那小子 偶偶尔到了早上五点 听说在理事界里可厉害了 刘德柱脸上一阵发烫 直到终于忍耐不住的时候 奋力一推 却见那些挡在路上的记者和狗仔 竟直接被他推翻了好几个 有人连摄像机都摔坏了 围观民众愣住了 就连刘德柱自己也愣住了 他面前少数占了七八个人 即便大家好无防备 他这随便一推的威力也太大了 刘德柱有点慌了 他趁着人群打开空档 连忙骑上自行车 往学校出去 只不过就在他脱离人群之后 也陷入了沉思 其实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慌乱 因为那位戴着猫脸面具的时间行者 已经提前告诉他 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 并教会他 看似无意间展示自己的力量 展示力量 就等于是变相地承认 自己已经获得李淑彤传承 至于李淑彤的传承到底是什么 反正大家也不知道 又或许不是得到了传承 只是得到了认可 刘德柱心想 那位时间行者做事 好像从来都滴水不漏的样子 难怪对方获得了李淑彤的认可 自己没有 他看过许多时间行者出来说 其实基因药剂非常难找 但自己只是提了个要求 那位戴着猫脸面具的时间行者 就给他找到了 在一天之内 这种神乎其神的能量 让刘德柱忽然心里有了底气 就像玩游戏一样 自己菜没关系 但只要你大腿抱得好 汇寒666一样可以上分 只是 刘德柱依然无法确定 这位大佬到底已经牛掰到什么程度了 待在禁闭室几天与室隔绝 没法得到外面的任何消息 昨夜虽然疼得他几乎死掉 但是基因药剂的改造效果已经显露 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 刘德柱便如同满血复活一般 精神异异 到了学校 刘德柱一进班 便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不过这次大家不是看他 而是在看手机 有人将一则新闻发到了群里 是抖音上一个叫闯王的ID 突然发了一个关于理事界的新闻 李淑同时隔八年踏出监狱 与一位猫脸面具男子 前往永恒大厦顶楼吃饭 李淑同吃了一份红烧肉 面具男子吃了一份炸酱面 据悉当晚陈市长孙 A级高手陈也胡亲自前往劝说 希望对方回到18号监狱 同时庆市李市军事基地均做出反应 有人亲眼目睹 庆市的陆地巡航者号浮空艇飞上天空 众所周知 陆地巡航者一直被庆市用于收容禁忌物 ACE009 但一直没人见过这个禁忌物到底是什么 所以 庆市很有可能是想启用禁忌物 来应对突然出事的李淑同 至今毛脸面具男子身份成谜 李淑同踏出监狱的原因也未知 此事在联邦全境范围已引起轩然打波 刘德柱默默地看着这则新闻 准确地说 是看着与一位猫脸面具男子前往永恒大厦顶楼吃饭 这句话发呆 他终于明白 自己对大佬的认知 依然不够清晰 您刚才听到的是 都市艺能多人有声去夜的命名术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分享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